大家好,我是Alesha,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每個星期的Case Study Review 那裏我們去Federal Court of Canada拿一些司法覆核 Tradicial Review的Case 就是有些applicant不肯地被他簽 去申請司法覆核 我們當中就是學到一些司法覆核的法庭 怎樣去interpret移民法律 希望幫到大家,我們每個星期都有一集 每個星期就是Case Study Permit Refuel 因為有兩個原因 等於applicant他以前的學位成績很差 第二個就是他有兩次被他簽的紀錄 Officer就懷疑他不是一個為了讀書去加拿大的 那這個紀錄就是2023年3月2日 Docket Number is AMMM 462722 Citation就是2023FC381 在Federal Court of Canada可以拿到這個紀錄 那這個紀錄是在印度的一間學校 叫做Gujerat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大學 那裏就拿了個機械工程的一個紀錄 那他申請在多倫多的Sinclair College 他申請了個叫做 Mechanical Technician Program Depola的 那兩次的讀書都是refuse 那他就是2021年呢 那他就在印度一個叫Dash Technology As a Bench Sales Recruiter 就跟他讀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就沒有什麼關係的 那就是2022年的2月呢 那他就申請了Red River College 叫做Truck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Diploma 那他就給了1,070元的一個 頭一年的tuition fees 那他就收了一個acceptance letter 那他呢 那他呢就是申請study department 那2022年的5月呢 那個application 申請就他簽了 那他就申請司法複合 那所以我們呢 就了解到他為什麼會拖 那IRGC Officer呢 就說他在讀那個 Mechanical Engineering的時候呢 2016年呢 成績就非常之差的 大部分的成績呢 是50分或者以下不合格 那懷疑他呢 有沒有能力去讀 加拿大的那個 Truck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那個Depola 在Red River College 那第二個他簽的原因呢 就是說他一來呢 就是讀了一個mechanical engineering 然後就申請這個mechanical technician 在Sinclair College 兩次study department refused 然後呢 就走了去做一個recruitment 和他讀的mechanical engineering 的background 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現在有呢 就申請另一個college 就叫做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那Based on 那個以上的原因呢 那加拿大的移民官呢 就覺得這個很common 就是Section 216 那個移民法律呢 就說他懷疑 他不是一個bonified student 那讀完書呢 他就不會離開加拿大的 就是為了讀書 而移民去加拿大 那樣 那法官怎麼說呢 那現在這個JR Civil Food Hut 就是批准了的 那那個法官就這樣理解 就是說呢 看清楚一點 那他在2016年 在印度那個transcript 就是有一個practical 和theory的 那theory方面呢 那個成績就很差的 practical grade那裡 他成績很好 那那個法官就懷疑那個 那個移民官呢 就沒有去仔細地考慮 或者這個 這個學生 在theory那裡差 practical比較好 那他申請過red river 那個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program 有一個co-op internship program的 那法官再很仔細地 就要看一下他的 2016年 在印度deploma transcript engineering的subject 就很低分的 但mechanics 就是手 用手工做的東西 就相對比較好一點 那他覺得那個 那個IRCC officer 就沒有這麼仔細去分析 那那個 為什麼他的成績影響到他的懷疑 是不會有靈靈去完成 在加拿大的課程的 那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applicant那個 為什麼 又讀mechanical engineering 然後又apply for mechanical technology 又拒簽了 然後現在再是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就是很飄浮 那 那 officer就是沒有詳細地解釋 為什麼他去拒簽 那 那法官就提出一個 很有理由的懷疑 就是 可能他覺得 engineering 就比較 難些 那現在去做一些mechanic的事情 那這個 truck transportation mechanic 就是去維修那些 大型的火車 那可能去找一下這方面 是會更加適合呢 那正正是因為 他engineering 那方面的成績不好 那就現在去回那個機械了 修理那方面 那其實是很reasonable的 那那個司法覆的法官就懷疑 那個 IRCC office 沒有去理解這個applicant 這方面的一個考慮 那這兩個原因呢 他就批了司法覆核的 那那個 那那個 學生簽證的拒絕 那個refusal 就是 去 去 給回到移民局 是要assign 另一個移民官去審批的 那這個case 我們學到什麼呢 因為 很麻煩的 司法覆核就是 你看到他是去年 5月apply 然後司法覆核是 整個八個月 十個月之後才有決定 即是 所有的計劃 那為了避免這些情況發生呢 我們應該要有個 program study 就是找個program 要是 對你現在 和這個 過去和這個 將來的 事業線 事業那個 目標呢 最好就是 比較一致啦 那如果他簽了那個 比較麻煩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雖然法官看到這個logic 但是都 耽誤了整個月的時間 這樣 希望這個 幫到大家 那 歡迎你們 跟你們的 親戚朋友 分享 那如果你想聽 哪些特別的 topic 請你在我們 下面留言 那 今個禮拜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麼多 下次再見 拜拜